拍攝酷杯這部電影 在所有的演職工作同仁 一起團隊非常努力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28個工作天 完成這一部創舉的電影 我處在一個極度高壓 極度封鎖 我突然間在殺青那一天 我說實話我回到家 我竟然感覺我有點捨不得 Business Man這個角色 不是出不來 是突然間在這麼長一段時間 成為他之後 成為演員將近20年的時間 我第一次對這個角色抱著捨不得離開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經驗 那這好像也印證了 這部電影要傳達給各位觀眾的 到底人的內在是性本善 還是性本善 我跟大家說一場很特別的戲 就是我有一個要對Molly 我要性侵她的眼睛 而這場戲是Molly這個角色 達到一個被傷害 被羞辱甚至被性侵的最高極致 其實是我拜託導演 能不能不要排戲 讓我直接來 我希望在一個沒有任何準備 沒有任何排練的情況之下 我想直接進入角色 然後也讓Molly直接感受到Business Man 在這個時候對她做的即將發生的事 因為她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當導演喊咖的那一剎那 我都還在角色裡 而Molly也在角色裡 她那個哭 那個驚恐 在咖之後她停不下來 那我在一段時間之後才回到現實 然後安慰Molly 對不起我剛剛對她所做的那一切 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 我會調停了滅火器 攻擊我的那一段過程 那一場戲對我而言是非常辛苦 非常吃力 我從一個全身都是血漿 通紅的Business Man 瞬間會變成一個全身雪白 像聖誕老人 那一段戲的拍攝過程是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一切都是實際來 我們把滅火器裡面的粉末 改成是對人體不太好 但是他們直接對著人生 只不止一次 我必須要全程聽止呼吸 然後噴完之後呢 其實鼻孔裡面 所有外露的地方 都裝滿了這些粉末 我不僅吃了很多血漿 我也吃了很多這些粉末 所以這就是演員 他在拍攝過程當中 為角色 然後要去犧牲 然後要去享受的過程 從血紅到血脈 我很喜歡Cube的劇本 我很喜歡我自己這一次 詮釋的Business Man 希望各位觀眾可以在Cube這部電影裡面 看到我們的用心 我找到你了